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 于书欣新剧《恋上少年歌行的他》,全网期待。 于书欣与王鹤帝主演爆款仙侠剧《苍蓝爵》, 以及与张灵赫二大和颜古装剧《云之雨》都爆红。 近身为女神,她今年于徐凯推出仙侠剧其今朝收视惨淡,声势大跌。 不过于书欣戏约依旧不断,她才刚传出《将与你也有今天的陈兴旭合作为骨科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恋爱爱情新剧《双轨》。 接下来还将与少年歌行李红一开拍大女主仙侠新剧《丛善》,于书欣在剧中将首度挑战饰演。 改邪归正的女魔头,于正道仙尊普出恋曲,由于剧中人物设定很吸睛,掀起网友沸腾。 今年播出的仙侠题材古装剧口碑几乎全军覆没,于书欣与徐凯主演的《其今朝》也是其中之一。 豆瓣仅5.0分。虽然于书欣,徐凯CP感不错,无奈其今朝作为仙剑系列之一。 被批剧情过于幼稚,外加于书欣与前作女主刘亦妃、刘诗诗、杨幂、唐嫣等颜值落差太大。 还疯狂用假音装可爱,引来负贫连连,让于书欣声势直直落。 不过于书欣近来凭借陆志真人秀《中餐厅》第八季人气稍有回声。 且他手握于丁宇希主演的古装新剧《永夜星河》,以及与玫瑰的故事《林依和尹》的《现偶巨须》。 国王在冬眠二部带播剧,随时都有可能人气翻盘。 此外,于书欣系约也依旧是一步接一步,才刚传出江与陈兴旭合作为谷歌爱情剧《双轨》的她。 日前又爆出她明年江与英主演《少年歌行》爆红的李鸿逸街拍《自家经济》。 公司华策影视出品的大女主仙侠古装剧《丛善》。 丛善与杨子刚官宣将与韩东军开拍的《古装剧佳业》都是华策大制作《古装剧IP》。 于书欣粉丝先前曾因华策美把佳业优先给自家招牌艺人于书欣,引而气诈狂骂公司。 她粉丝认为于书欣就差一部大女主剧,地位就能再进一阶,如今街道从善也算让粉丝心服口服。 于书欣在剧中饰演杀人如麻的女魔头,重生后不得不从善,人设吸睛。 而李弘毅将饰演《深情先尊》,两人合作《火花》引发全网期待。 从善改编自《晋江文学成》作者定理的同名小说《讲述修真戒》人人喊杀的魔女苏竹衣被众人围剿。 生死关头被正道见尊秦江兰救走。 在刘光静的作用下,她重生回到千年前,立志杀尽父己之人。 众回魔道之巅。 然而,事情与她预想的发生了一些偏差。 她感受到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和真情。 这些前世不曾接触过的美好,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她,引她一步一步契恶从善。 于书欣新新剧恋上《少年歌行》的她,全网期待。 不よろしく带。 。 这 柳